中共军机又来了 而且这一次更是在15小时内两次扰台 先是早点晚间6点21分 有一架中共运巴反潜机 侵扰了我国新南方空域 那么这一次国防部9月公告共机动台之后 共机第一次在夜间来扰台 好 不过相隔不到15小时 就在今天早上一大早8点45分 又有共机扰台了 根据它的高度来研判 这扰台的机型疑似也是运巴反潜机 但是算一算10月份 总共共机就已经侵扰台湾11次了 中共军机扰台不对 16号一早共机又来了 空军强硬广播上午8点45分 又传出共机入侵我国新南空域 依照高度研判这回扰台机型 疑似是运巴反潜机 这也是10月共机第11度扰台 不只如此15号晚间 一架运巴反潜机还展开夜航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 空军照例在空警戒广播驱离 国防部也公告入境 清楚可见 共机在海峡中线以南空域 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之后再飞返中国沿海 算一算15个小时内2度扰台 这更是国防部9月公告共机动态后 首度夜间扰台 我国空军同样派遣巡逻兵力应对 并透过防空飞弹追尖 全力捍卫领空 不让共军继续撒野 记者中文报道